县长林明珍协同立法委员许淑华 日前来到信义乡石甲地区 改善简易自来水系统 分散设备老旧问题 并且到旺美村了解21县处的旺美段1807-2地号 勘察道路下方的基础边坡 逐一会堪改善 确保乡亲的民生基础生活 信义乡明德村石甲社区 检易自来水系统分散设备老旧 县长林明珍率领县府团队 预计经费约340万元 改善检易自来水工程 届时195户 与500多位居民的生活 以及灌溉用水 就能够彻底获得稳定供应 水族基本补助200多万 县村我要配有90几万 总经费大概是336万 那么我们今天来勘察之后 我们会尽快的来施工 让我们石甲的村民 大概有500多个人要使用这个饮用水 所以让他们有好的水 让他们来使用 去年的年底 我跟县长也来县场会看过 很多的美术也都已经枯掉了 所以在我们积极的争取努力之下 那么很快的我们在今年的7月份 在我们夏季来临之前就可以把我们的自来水的 所有的管线都拆换完毕 林县长也在立委许舒华陪同 到望美村台21县 1807-2地号会刊 该地因既有道路挡土墙下方山坡 持续渗漏地下水 地方民众担心会威胁道路 以及附近民在安全 向议员全文才澄清寻求帮助 台二西线公务总局有做了一段的扑砍 可是因为它体下的部分 也不属于公务段来管理的 所以我就建议我们县长县政府 可不可以再做补强 为了所有这个乡民的安全 县政府可以说是极力的来做 也透过议员这边大家来反映 未来让我们整个新一厢的 这些农作物的采收可以更加的丰收 这个总经费大概要到94万多 然后我们会县政府会尽快地 求助经费来花八十多 让这个基础工程能够稳定 新一乡明德村 简易自爱水系统分散设备老旧 林县长承诺赶在7月初完工启用 而望美村边坡出水的问题 县政府将动支约95万元 施设当土墙 以及改善附近的混凝土路面 记者曾光佑 悉尼乡采访报道